同学们大家好,上课之前老师要给大家猜一个谜语了 云儿见他让路,何苗见他烂忧,小花见他点头,大树见他招手 请小朋友们猜一猜这是一个什么自然现象呢?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猜到了,他就是风 那么今天呀,我们就要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就是风家族的一个小成员,风娃娃 好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学习目标 一,会认会写本课的生字,这个也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二,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风娃娃的好心和傻气 这个也是我们本节课的难点 三,懂得做事情光有好的愿望还不行 还要看是不是真的对别人有用的道理 这个呀,也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好了,那么在学习课文之前呢 我们先要看一下本节课我们需要掌握的拼音会认的字 有哪些 第一个,住 住 我们经常会组词什么,助人为乐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助人为乐 好,还有可以什么,帮助都可以 下一个,抽 抽 我们组词什么,抽奖 抽奖还有什么,抽出 抽出 以及我们经常会在家用什么,抽纸都可以 这个,使 使 我们经常会说,哇,它像个什么,天使 以及我们以前啊,在古代的时候经常会说什么 这个国什么,去那个国什么,大使 什么,出人为什么,大使 下一个,进 这个进是一个什么啊 前笔越谋的翻译,进 进 好,我们看下一个 花 那么我们要词什么 花啦啦 是不是啊,像下雨 下雨很像花啦花啦的下雨 是不是啊,花 好,看下一个 央 央,央是一个什么呢 后笔越谋的翻译 央 央 央 那么我们组词可以什么啊 央 央 央 我们经常看到年龄大的一些奶奶爷爷会扭什么 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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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一下 拉 拉 组词 拉手 是吧 拉住 都可以 下一个 表 这个也是什么啊 三平均 拨 一 央 表 表 我们可能经常会什么啊 看表 手表 手表 是不是啊 还可以说什么 表达 表示 都可以 是 是 我们组词提示 提示 以及我刚刚说什么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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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个 摆 摆 那么我们给摆字组一个词是什么呀 摆动 是吧 摆动 摆手 是吧 摆手 下一个 翻 安 是个什么 前面音符翻音了 安 翻 我们可以组什么啊 翻滚 好,我们先让他说 啊 翻译 是吧 翻译 好,看下一个 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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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是吧 摆树 还有下一个 责 责 我们做词 责任 负责 都可以 好,我们看一下 本节课我们需要会写的 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 车 车 车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独体字 独体字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什么 格子 中心位置 以及它什么 中间这一竖 是在什么 市中线上 那么我们要给它组词 火车 以及什么 汽车 都可以 车 好,下一个 摆 轻生 摆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多音子 是吧 我们将说得奖 是不是 得奖 得意 那这里呢 是个什么 轻生 的 记 的 轻生 的 记 的 轻生 好,看下一个 移 昂 昂 移 昂 昂呢 是一个后鼻韵母的一个发音了 昂 是一个后鼻韵母的发音 那么昂呢 是一个左右结构的一个声字 左右结构的声字 那么我们再注意 在左边的这个部首 最后一笔是什么呀 是点 最后一个是点 那么我们要给他组一个词 是什么呢 秧苗 他老是什么 秧歌 你有秧歌 就是这个秧 好,看下个 苗 苗 苗是一个什么呀 三平音节了 三平音节 那么 苗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这个草字头 要怎么样呀 要写的宽一些 是不是 要写的长一些 是吧 好,要写的长一些 那么同样了 它底下这个甜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稍微的 稍微的点一点点 是不是 那么我们给他组辞什么 和苗 和苗 是不是 好 我看下一个 汉 汉 暗 是什么呀 钱比音母翻译 暗 和 暗 暗 然后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下 它是个什么 左右结构的声字了 是不是 左右结构的声字 除了我们在写三加水的时候 要乘一个什么 弧形以外 那么我们在写旁边这个 右部的时候 上面是吧 上短 下长 上短 下长 最后这个垂路数要什么呀 要长一些 那么咋子词 喝 暗 汉 汉 水 是吧 汉 水 好,看下一个 长 昂 昂是一个什么呢 后面也没发音了 昂 长 长呢 是一个左右结构的一个声字 那么我们看左部啊 左部的错语笔是什么 提 是提 那么给他主词 场合 场地 广场 都可以 我们看下一个 昂 又是昂 后面是吧 伤 昂 伤 那么伤呢 是一个什么 左右结构的一个声字了 那主词 伤害 伤心 都可以 最后一个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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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名语 看不见 摸不着 小草见他弯腰 小花见他摇头 小树见他招手 云儿见他 就跑 是什么呀 跟刚才老师给同学们猜的名语 是不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小主人公 风娃娃 风娃娃 好了 我们进入今天的课文学习 风妈妈有个可爱的风娃娃 风娃娃长大了 他想像妈妈一样去帮助人 风妈妈说 到田野里去吧 在那里你可以帮人们做很多事情 哦 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风娃娃怎么样呀 风娃娃长大了 他要向谁学习呀 风娃娃长大了以后 他要向谁学习呀 哦 要像妈妈一样去帮助人 也说明了 妈妈是一位什么呀 乐于助人的 是不是 那也说 风娃娃看到了他妈妈 乐于助人 善于帮助别人 所以他也说什么 他也要做一个像妈妈那样子 乐于助人 帮助别人的 是不是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风娃娃来到田野 看见一架大风车正在慢慢的转动 抽上来的水断断续续的流着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鼓起腮使劲向风车吹去 风车一下子转得飞快 抽上来的水奔跑着 哗啦哗啦的向田里流去 羊苗喝足了水 笑着不住的点头 风娃娃高兴极了 那么 风娃娃听了妈妈的话 她来到哪里啊 她的地点是哪里啊 哦 她来到第一个地方是田野 当她看到一架风车 在慢慢的转动时 而且抽上来的水是断断续续的 那这个时候她就想 哎 我可以帮她了 是不是啊 那她是怎么样帮的呢 她是什么呀 吸了一大口气 是吧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准备干嘛呀 吹是不是 那她一吹什么呀 风车就会转得动了 是不是啊 我们同学可能平常呀 我们这场生活中 或者在电视上 也见过风车 是不是风车 只要风一转 风越大 它的转速什么 就会越大 是不是啊 它的越大 那么风车一下子 就开始转得飞快了 抽上来的水奔跑着 为什么 这块用了个奔跑着 是不是啊 比喻啊 那它奔跑着 说明什么啊 说明的快 是不是说明的快 哗啦哗啦的 像田里流去了 那羊苗喝堵了水 笑不着不住的点头 那么风娃娃高兴极了 那么当羊苗 对她点头的时候 风娃娃又高兴极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她呀 风娃娃感受到什么 风娃娃感受到了 她帮助别人以后 别人得到了快乐 以及她 看到她帮助别人以后 自己所得到的快乐 那么也就说明 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不光能带给别人快乐 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快乐 我们通过看这幅图 看风娃娃是不是 嗯 鼓起塞棒子 呼的吹了一口气 是不是啊 好 我们再往下看啊 风娃娃一心想为人们做事情 风娃娃的作用是什么 非常明显 是不是啊 非常明显 通过她吹了一口气 是不是啊 羊苗就喝足了水 啊 羊苗就喝足了水 我们再往下看 风娃娃又来到河边 那风娃娃来的第二个地点是什么呀 河边 哦 河边 看见许多船工正拉着一艘大船 他们弯着腰 流着汗 嘿呦 嘿呦 喊着什么 浩子 可是船却走得很慢很慢 他们急忙跑过去 对着船翻 又怎么样呀 用力的吹口气 船飞快的跑了起来 船工们笑了 一边收起牵绳 一边向风娃娃表示 感谢 那么这段文字我们知道了 当风娃娃来到河边的时候 他又看到了 是吧 这个船 船风娃他们非常的辛苦 是不是 船工们非常辛苦 可是他即使那么辛苦 船还是很慢 这时候风娃娃就觉得 嗯 又该到我上场的时候了 我要帮助他们 是不是风娃娃又是深深的吸一口气 一吹 是不是船 就走了很快了 是不是风娃娃又很轻易的怎么样 帮助了别人 看 因为他们什么 弯着腰流着汗 风娃娃看到了他们非常的吃力 那么于是风娃娃又急忙的怎么过去 用力的吹口气 说明了风娃娃对帮助别人 想帮助别人这种心情是什么呀 是迫不及待的 是吧 他帮助别人的这种心情是非常迫不及待的 是吧 可见风娃娃是吗 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热情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风娃娃想 哦 帮助人们做好事 真容易 只要有力气就行了 哎 同学们想想这句话 帮助人们做好事 只是真的很容易吗 真的容易吗 真的只是有力气就行吗 有力气就行吗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 平常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真的只要有力气 很容易就能帮到别人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想想 可是他不知道有时候不是光有力气就有用的呀 对不对 所以他犯错了 那么他做了哪些事被人们责怪了呢 嗯 看来风娃娃的这个认识呀 确实很简单 他很简单的认为 只要有力气就能帮人 结果就是因为他这么简单的一个 一个认识呀 他犯了错误 那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 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了 风娃娃的想法很善良 他只是想帮助别人 对 确实很简单的想法 对吗 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 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他这么想着来到了一个广场上 那里有几个孩子正在放风筝 风娃娃看见了 赶紧过去 用力 怎么样呀 吹 风筝在空中摇摇摆摆 有的还翻起了跟头 不一会儿 风筝被吹得无影无踪 孩子们伤心急了 诶 风娃娃这次来到哪里啊 在田野呀 在海面上 河面上来了 这回第三个地方是谁拿呀 是广场了 是吗 那么 这回他看见的是什么呀 看见孩子们在放风筝 诶 老师问了 同学们也放过风筝 对吗 我们想想 我们放风筝的时候 能不能风太大呀 对 不能风太大 那 如果风大了会怎么样呀 会把我们的什么 风筝 什么 吹得乱跑 或者是直接 放好的风筝 就会什么 刮下来 而且我们也不好控制它 对不对 我们就要顺着那什么 微风慢慢的一点什么 把它放到天空上去 可是 正是因为如此 风娃娃不知道呀 风娃娃 看见了这个情形呀 这里用了个什么 赶紧过去 和他上一个 和他上一个 在帮助那些船工的时候 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是不是一样呀 上一个 他是急忙过去 而这次呢 他看到小风的时候 他要什么 他要赶紧过去 用力的一吹 结果怎么样了 结果风筝 先是摇摇摆摆 有的还什么 翻起了跟头 不一会儿 风筝怎么样呀 就被吹得 无影无踪了 而这次的结局 是像前两次 大家对他的感谢吗 何苗对他的感谢 人们对他的感谢 船夫对他的感谢吗 不是 他这一次的这个行为呀 这次的这个帮助别人 换来的是什么呀 换来的是孩子们的伤心 是不是换来的是孩子们的伤心呢 哦 我们再往下看 风娃娃却一点也不知道 他仍然东吹吹 西吹吹 就这样 风娃娃吹跑了人们 晾晒的衣服 折断了路边新栽的小树 人们都生气了 纷纷责怪他 诶 风娃娃在把小朋友的这个风筝都吹 吹翻了 吹得无影无踪的同时 他一点也不知道 自己干了什么 干了错的事情 他仍然这块用了个什么 东吹吹 西吹吹 可想而知 风娃娃简不简单呀 对 他是一个思想 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觉得 我有力气 我就能帮人 是不是还是停留在这一块呀 哦 那看看他这冬吹吹 西吹吹都干了什么 吹跑了什么 晾晒的衣服 折断了什么 新栽的小树 是不是 人们生气了 当然了 我刚晾好的衣服 你给他吹跑了 我们刚摘的小树 一花环境 我吹断了 你说人们是不是会很生气啊 哦 他这次的所作所为 换来的都是什么 人们的生气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风娃娃不敢再去帮忙了 他委屈的在天上 转着想着 我帮人们做事情 为什么他们还责怪我呢 风娃娃回家去问妈妈 妈妈说 孩子 做事情 光有好的愿望还不行 还要看 是不是 真的对别人有用 是不是 我们小朋友要记住这句话啊 做事情 光有好愿望是不行的 还要看 是不是 真的对 别人有用 那么 是不是就是 说明了 风娃娃啊 风娃娃她光想着去 别人做好事 可是她 没有思考是什么呢 她没有思考 我做这件好事 是 对她有用的吗 我最近这件好事 是 小朋友需要的吗 是人们需要的吗 是不是她没有想呀 是不是 好 风娃娃她的委屈在天上转 说明了风娃做错事情 她很苦恼 那她苦恼在哪里 她苦恼到 不知道自己为何而错 做什么而错 是不是她苦恼的点呀 可是 当她苦恼和委屈的时候 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寻找了谁呀 她回去问了妈妈 那么同样老师要说了 当小朋友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在不了解 或者不明白的时候 你们 也同样要回去什么 问我们的爸爸妈妈 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 就会告诉我们 会什么 引导我们 好 我们看 那么她妈妈 最终告诉她的 一个什么道理啊 就是做事情 光有好的愿望不行 是不是 好好看 是不是对别人有用 是吧 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认为 啊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去什么 为别人考虑 要换位思考 是吧 要换位思考 这个是告诉我们的 我到了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本节课的一个例题 根据课文的内容 回答问题 风娃娃 做了 哪几件事情 回忆回忆 她第一个是在哪里呀 田野 是不是 她在田野干什么呀 一吹 那个风车转动 非常快 水奔跑 是不是 她浇灌了 是吧 河苗 那么还有什么呢 她到河边去帮助了船工 又是一口气 怎么样 船就会很快的 是吧 前行 是不是 可是后面又做了几件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看 吹大风车 帮助谁呀 河苗 是吧 吹船翻 帮助谁呢 船工 是不是 可是她吹风筝的时候 干什么呀 哦 惹得小朋友们上心了 因为风筝被吹得什么 无影无踪 那么 她又干什么呀 她东吹吹西吹吹 她不知道呀 她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呀 是吧 她又东吹吹西吹 就什么 吹了衣服和吹了小树 最终是吧 受到了人们的责怪 是不是责怪 好 我们再看下面 想一想 生活中的风 有哪些好处和坏处 我们小朋友先想一想 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什么 刮风 是吧 微风 或者是什么 狂风 那么这些风 所给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带来了哪些好处和坏处 我们先来看看 老师是怎么写的 很早以前 人类就学会了 制造风车 制造风车 借风力吹动风车 来抽水和加工粮食 现在人们还利用风车来发电 帆船的行驶也是靠风力的推动 风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处很多 但风也经常给人类带来灾害 比如说什么 暴风 台风 是不是 龙卷风等对人类的危害都很大 那么我们就说 风它帮助了人们 平常是吧 减少了人们的劳动力 是不是 以至于它现在还在什么 帮我们来做发电 可是同样 风也对我们的家园 对我们的生活 造成了很多的什么 危害 优耗 是吧 也有快 那么同学们也可以下去 在总结 总结 看还有什么是 风给我们的带来的好处和坏处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本节课的一个归纳总结 本文通过风娃娃 既乖又傻的可爱形象 生动的向我们介绍了 风为人们带来的好处和坏处 是我们懂得 什么呀 做事情光有好的愿望 还不行 还要怎么样呀 还要看是不是对什么 对别人有用的道理 本节课呀 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